IRG310, 试试加多一个Tutorial用广东话 看看大家会不会快点明白 这一堂是LAP2, 我们教的是COG3 我们的例子是USART 有时候人们叫ZeroPort或者LS232 其实他们有点不同 最后的部分, 我们会学一下REGISTER 关于URPort LAP menu很长, 看了LAP menu才开始 板上有2个URPort UR1, 我们已经用过 新的就是UR2 这个Socket就是DB9 用UR2之前, 试试一下 这个Jumper PA3是否接近RXD PA2是否接近RXD PA2是否接近RXD 那什么叫做UR2 或者RX2F2 CPU 板上的CPU 只有URPort 即是URPort 在这块板上有CH340 CIP 就是USB to Serial 所以, 你可以用USB 和板上下降 另外一边 CPU 直接接近DB9 这是URPort 你需要用另一种Cable 一边是USB 一边是DB9 那, 为什么这个Cable 那么神奇呢? 其实USB的Converter 就是在里面 可以是CH340 或者其他 这块板, 试试一下 有个48 有几个Standard 都是用同一个Protocol 比如RX-232 RX-485 RX-42 它们的不同 有些是看电压 有些是看电流 有些是看Single End E-put 有些是看Defense 就是两隻脚的Difference 是用不同的看法 因爲不同的特性 比如说距离 一些 电子 所以它就形成了不同的標準 我們把Cview Port的Cview Port 就是PA9 PA10 經過CX340 轉成USB PA2 PA3 就直接是DB9 那你就用電線 在電線上一定要自己 建設USB的晶片 這個Diagram 就是Rx和Tx 就是Physical Pin 在裡面 會有Data Registrar 是Tx和Rx 在我們寫Program 都是叫做DR 但是當DR 你在說Tx 就是Tx 如果你在做Rx Rx的動作 就是Rx 雖然我名字都叫DR 但是在說不同的東西 另外 這隻CPU 就是因為Advanced 模特兒 它有兩個Level的 Register 舊的就是一個Level 那你說 會不會多於兩個Level 有好處呢? 其實就是沒有需要的 待會你會聽到我解釋 那什麼叫UART 或者什麼叫Rx32 Rx32 就是一個Standard UART 就只是Polical 那 就是Sail Communication 在很多年之前 就是用電話的 communication 所以呢 你的電腦 或者製造Data 那個叫DTE 這樣呢 就會駁到一個Modem 電話Modem 那個叫DCE OK 就會駁出去 駁出去 駁出去 最主要就是DTE Tx 就要駁到DCE Rx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同樣 收回來 DCE Tx 就會駁到DTE Rx 就是這樣的 好 那你怎樣形容這條線上的訊號呢? 其實呢 就會看到 這樣寫的 9600N1 那什麼意思呢? 9600N1 就是個BeatWay 就是每秒鐘 9600 8個Beat OK 8N1 就是8個DataBeat 沒有PilotBeat 沒有PilotBeat 還有一個StopBeat 那一個 9600Bps 就是一個Beat 約是100Mbps 那 還有 Rx2V2 標準來說 它是用一個 Rx2V2C 或者叫Db9 看看 也有Db25 也有Db25 最重要呢 我們在這裏看到 就是有RxGert TxGert 以及 你應該還有一個 RxGert 也有一個 RxGert 101G 其他的Pin 就是Ctrl Sign 來的 那 那今天 通常 沒有人再用 電話Modem 那些集團網 打電話公司 再上網 那些 那今天 會怎樣呢? 我們通常就是 兩部電腦駁 或者 用Ctrl Sign 駁到另一個 零件上面 那 最正常用的 那 駁的時候呢 我們就需要 用一隻 叫做Low Modem 那Low Modem 不是一件 Modem 就是不是一件 大 很貴的物體來的 只不過是駁線 或者你有時候買了一條 Cable 就叫做Low Modem 那它的特性呢 就是 TxGert 駁到對面的RxGert 就是這樣 那就可以收你很多錢 收你幾十元 那另外呢 它有些 控制腳 就會自己 回到自己 就是想告訴 機器 聽說 Everything OK 你可以傳送 這樣 什麼叫做8N1 8N1 8N1 就是8個Databit 沒有跑 譬如 Stop Bit 傳送的時候 先有Start Bit 然後Databit 然後Stop Bit OK 那在CPU上面 譬如你的CPU 是5V TDL Level 那我們的CPU 是3V3 我們就會用 0V 或者 High的Voltage 5V 那是代表Sign 0V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Logic Zero 或者Logic Low 5V的時候 HighVoltage 我們就會說 Logic One 對CPU來說 但在RS2V2 這個標準 它已經不是用0V 它是用正負電壓 正負電壓 當正電壓的時候 它就叫做SPAY 負電壓的時候 是SMART 所以 232 488 42423 其實 它主要是這個部分 表達的東西不同 如果你想連續的 傳播一些東西 有START BIT DATA BIT 有沒有PALROTY 有START 有DATA 有STOP 不停地去 其他問題 如果有一個BIT 斷了會成功呢? 所有東西都Shift 後面的DATA 由這個BIT 之後所有東西都會錯 那你就要想一下 如何解決 什麼是一個LV 或者兩個LV 的Buffer STM32 就是兩個LV 舊的CPU 就是一個LV 一個LV 就是DATA 和SWIFT 一起 兩個LV 分開了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這裡 如果 只有一個 DATA 即是說 你的BIT 在外面 回來的時候 這個REGISTER 是每一個BIT 都會在改變 因為一直都在 SWIFT 但是如果是兩個REGISTER 這個REGISTER 就是每個BIT 都會動的 但是這個REGISTER 就會當整個SWIFT CMPET 之後 抄過來的時候 才會改變一次 所以 其實它就會改變得慢 會有長一點的時間 這幅圖 就說 如果你是只有 一個LV 那你每個BIT 就會改變 如果你有兩個LV 那你有的時間 就是這麼長 所以你寫Program 你能夠用長一點的時間 去處理 一個REGISTER 那也有問題 多些LV 是不是會更好 是不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再多幾個LV 這個時間都是一樣 好啦 我們要學的 就是CodeTree CodeTree 在圖上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一堆 整堆 這堆 有什麼呢? 首先 我們會用HSE 就是External Crystal 將Crystal 駁在這裡 OK 然後 就會經過Multipasser FaceLog 和Multipasser 就成大了頻率 然後 這顆CodeTree 最大是72MB的SystemCode 然後 你再Scale 它 就可以拿到 兩個APB1 和APB2 疾防不同速度的零件 HIGH Speed HIGH Speed 可以保持72MHz 而LOW Speed 只有36MHz 那你記住 留意 就是 SystemCode 是72MB 而APB1 和APB2 最大是 636 和72MB 那 其實在我們的APB2 安排 就是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 寫下 叫你做什麼 學生自己去寫 當然 這個 不用想 一定做不到 另一個方法 就是 給你一些 你自己去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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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複製 改 然後 做一些類似的 這就是 學習 方法 Expare 2.1 2.2 就是 設定 Code 所以 裏面的 就不要問我 自己去看 Data Suite 那些 Page Number 都寫在這裏 研究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個 Program 其實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在Code 這樣設定 OK 另外 就是 我們會用 GPIO 的Alternate Function 那 在 Lab 1 我們已經學了 GPIO 做Output GPIO 做Input 那現在這個 Lab 2 我們就會做 Alternate Function Alternate Function 就是這樣的 Signal在外面 進來之後 就會經過 Smeet Trigger Smeet Trigger 之後 一定是 High 或是 Low 現在 就不會走入 Data Registar 就是Input Data Registar 那個是 Lab 1 我們不會在那裡 我們就會走 Alternate Function 這條 Path 這條 Path 後面 就會鑊著另一些 Registar 所以你要讀 Data 就是讀 Authentic Function Data Registar 就不是原本 Lab 1 那些 好了 怎樣設定 9600 1 9600 1 首先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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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16 其實這個16 就是做一些 alignment 也告訴你 提示了 Torrent 就是16分1 現在選擇 BitWay 你就會得到 兩個數字 除完之後 一個是 小數前 一個小數後 對不對 小數前 就是234 小數後 就是0.375 因為這個是16 Code 其實這個數字 是6 這條數字 就是在Data 書中找 那 你要設定 我們給你一個 UrPort 你要知道 Code BitWay 這段 麻煩你自己看 那 做完之後 你就要做 一個 Ur2 不是 Ur2 你自己做 Ur1 用72Mb 製造 9600 OK 那 那 用什麼工具 通訊 用什麼工具 我們就要用 Egocom 當你按了 Egocom 你就要設定 968N1 你要選擇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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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哪個 你就拔掉 再拔掉 多了一個 拔掉 Code 記得 Enable 才可以 可以選擇 傳 Data 我們給你一個 Data 就是 TX和RX 是同一個Data Register 如果 你做傳 的時候 你的寫法就是這樣的 Data Register 就等於什麼 即是 你會將一些 Value 塞入Data Register 這個就是TX 如果我想 讀它的時候 Data Register 就是 Data Register 就是 TX RX DX RX 如果 DX 現在 我們會 傳一些 去Value 製作 4.1 4.1 4.2 你完成了 實驗就知道 下節會是 指示 現在 不知道 正在傳 我們用Delay 記住,DR同樣是叫DR 究竟是TX還是RX 就看這個動作 如果想Send一個String 怎樣做呢? 通常用一個String String是1345,即是5個字 在後面,通常會加多一個字 這個字是什麼呢? 是一個Low 不是空白0,什麼都不是 什麼都代表不到 當看到Low,即是這個String 就結束了 所以5個字的String 其實有6個字 這就是給你的Program 現在呢,剛才我們用Delay 之後應該要檢查這個 Register 在StateRegister 就會有一個TXE的Beat 當它是Empty 這個Beat就會設定 只要發現這個Beat 是空車的話 東西已經傳走 你就可以再放一個新的 這堂就不會教RX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教RX 我用Polling的方法 不停在那裡查Beat 這是一個錯的方法 這一科是My Embedded System 一定不可以用錯的方法 所以 你要去到Level 4 用Import 就會解決到 而且你應該要學到 兩個Level的好處 剛才已經講過 多些Level有沒有好處呢? 剛才也講過沒有好處 只剩下一個問題 我沒有講到 就是怎樣解決Missing Beat 什麼叫Missing Beat 就是如果收到Data 突然間斷了 結果會怎樣呢? 前面這些是對的 但是這些開始會錯了 那怎麼辦呢? 即是說以後 從這一秒之後 所有東西都錯了 那怎麼辦呢? 那你做一個Soft Engine 應該想好辦法 寫一個Program去解決它 其實這個問題 就會在Level 4 還會重複出現 那你就在那裡學 因為你沒有可能說 如果那些東西收到錯了 如果你沒有理由 關機 boot機 你再正常回應 那這個產品是沒有人要的 OK,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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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